一个人的懒,有的是天生懒,那真的是人格缺陷,最后会导致一生都无所事事,碌碌无来,但是,大多数人的懒,是后天养成的,因为,我们步入社会后,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现实极自身的问题,每天的工作压力,机械性的上下班,有时还得加班熬夜,每次回到家,就没趴下了,于是就开始懒得动了。 懒得出去吃,懒得洗衣服,懒得收拾整理房间,可能不至于懒得整天宅在家里,但就像每天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,当一个人习惯性的生懒,慢慢的也就养成了新懒,身体开始缺乏运动,平时都懒得爬山了,更别说简单的运动项目,出去逃跑步,长辞以往,办公室的久坐,身体便开始出现了问题, 随着年纪的增长,新陈代谢变慢,身体素质变差,免疫力变弱,有的二十几岁,看上去就像三十好几了,一旦,身体开始,越来越老态了,心态也没办法年轻起来,别说,你还有梦想, 当你心都懒了,梦想也就会聊聊,一个人的懒,真的会毁掉一生,因为你懒,你才有想法,你也懒得去做,总想着靠别人,总想着占别人便宜,总想着等待,最后,你会完全丧失执行力,更别说能自律,懒,会让你变得没有斗志,腐蚀你的上进心,消极而堕落, 就这样毁掉了一生,当我们回过头来,好好想想,每个人的一生,就只有一次,现在的你,有想过,你还有几年可活,现在的一切,是你想要的生活吗?你的人生,就没有欲望,没有梦想吗?是时候做出改变了,你的一生,应该是精彩人生,而不只是活着到老而已,想要做出改变, 第一步就是做到自律,自律,才能解决人生的各种困惑,但是,这可能需要超强的意志力与自控力,只有这样才能让你有强大的执行力,才能开始,一点一点的做出改变,一个人的懒,本来,是懒与心懒,自律就是改变思维心态,让心不懒,从而让身体去执行,但是一个人想要真正做到自律,并不是那么容易, 所以,我的建议是,去跑步,当你做不到改变的时候,什么都不要想,每天坚持,去跑步就对了,先让身体不懒,让身体慢慢改变蓝多的行为,身体不懒,自然心就不懒,自然就可以开始慢慢自律,去跑步吧,会让你越来越健康,每一次爆汗,都是身体的一次排度, 当你跑完一个月后,你会发现身体越来越轻盈,越来越有活力,当你坚持跑步一年后,你会发现身体素质越来越好,身材越来越迷人,整个人都散发着魅力,去跑步吧,会让你越来越快乐,每天的工作压力,生活琐事,难免会有负面情绪, 压在心里太久,又会憋出门气,这个时候,就去跑步吧,把心中的所有不快全都释放出去,跑得越快越久,越远越好,但全身爆汗,身体疲态的时候,心情也瞬间得到了释然,只有懂得放下的时候,心才能更冷静,才更懂得去处理平日里的人是烦恼,人才会越活越快活,去跑步吧, 会让你越来越自律,跑步,其实就是断力意志力最好的方式,是不断超越自我,成就自己的过程,当你坚持跑步后,你会开始越来越规律,早睡早起,饮食合理,当身体拥有超强的执行力后,你便越来越自律了,当你越来越自律,你将会重新规划你的人生,你更懂得自己,更清楚未来, 才能够明白去做好每一件事,最后迎回你的人生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